民進黨台北市場參選陳時中接受了台視新聞專訪 談到近來頻頻被對手把自己跟周玉寇爭議綁在一起 陳時中坦言外界期待說要站在正義一方 但參選人講任何話都容易引發爭執 也怕自己變成正義魔人 呼籲大家有多少事實講多少話 而在節目當中他也拿出了防疫期間收到的小禮物 更多內容都在今天晚間九點 台視新聞選戰最前線的專訪播出 當然也很會期待說那你應該站在正義的一方 那我自己也怕我自己變成正義的魔人 與其中滿滿無奈 因為近來媒體人周玉寇 烏龍爆料的爭議 凭被藍白對手綁一起恐怕傷及選情 陳時中接受台視專訪透露真心話 我警察盡量呼籲大家有多少事實講多少話 然後第二在選舉不要傷及無辜 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選舉就是用事實跟大家說明 我也不必要跟誰特別來切割 我們根據事實來做 那根據事實來跟我們的政見講清楚 談及張淑君被烏龍爆料 陳時中坦言自己不便多加評論 判將選舉拉回市政主軸 不過每每PO政見 現任科市府似乎很有意見 市府對這事情他並沒有正面去看這事情 他忘了就是說我們政府是在照顧人民的 我們政府並不是在管理人民這樣子而已 他是要服務人民 有所改善的可能就要去做就要去想 堅持要服務人民決心 畢竟不久前也卸下疫情指揮官職務 防疫之路不好走 陳時中拿出防疫期間收到的禮物 點滴在心頭 下班的時候就會拿出來看一看 覺得心裡那種支持的力道就非常的強 那覺得說這是我該來守護的一個對象 陳時中從守護國民健康的角色 轉而挑戰守護台北市 更多願景鎖定9月30號晚上9點 台市新聞選戰最前線 這台北綜合報導